你知道吗?资本家是怎么样把风险转移到我们穷人身上的? 21世纪初,美国人兴起贷款买房潮 资本家为了赚取高昂利息,无条件的贷款给穷人 那肯定会有人质疑,贷款收不回来怎么办? 资本家当然知道这个问题 他们把穷人的贷款合约全部打包做成一个金融产品 低价,卖给市场上的其他人 如果借款人还不起房贷,那么购买者将会血本无归 要是还得起的话,购买者也只能获得少部分的利润 总之,资本家既能获得贷款的利息,又能将风险嫁接给穷人 更损的是,他们居然串通金融机构,将这种产品评级为安全等级 一时,产品被抢购一空 可购买者不知道的是,这个产品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房贷 一旦穷人还不起,将会面临破产的危险 终于,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,穷人发现手里的房不抵贷 于是穷人大规模放弃还贷,最后的结果可想而至 购买者纷纷破产,市场上一片哀嚎 而资本家却赚得盆满钵满,全身而退 可悲的是,民众从未渴求过真理 谁向他提供幻觉,谁就能主导他们 所以,直到今天,这个体系依然在延续